那當然聽說這次第五代 在音質跟降色上又有進步了 但是有一個改動 懶貓自己真的覺得 哇為什麼這次的XM50 是不能夠XX的啊 哇Sony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歡迎收看未來生活提案 我是資深科技宰懶貓 今天呢 我們還是一樣 要跟大家一起探索科技生活 他不一樣過嗎 他沒有不一樣過 今天呢 我們還是要跟大家一起探索 科技生活的無限可能啦 那大家有看到桌上的東西嗎 沒錯 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耳機啦 那Sony其實在近年來 都能夠算是市場上降噪耳機的 銷售王者啦 尤其是耳罩式耳機 WH-1000XM系列 真的是叫好又叫做 那這麼多代人來呢 其實每一代也都有帶來一些進步 尤其是到第三代 佩戴舒適降噪到位 而且換上了USB Type-C 算是真正鞏固了他們王者的地位 那到第四代呢 基本上延續了第三代的外觀造型 可是呢 音質降噪又有進一步的提升 而且終於支援多裝置的連線 如果你的預算 差不多就在那個價位的話 買的話 我覺得後悔機率是很小的哦 那當然 我們今天的主角 WH-1000XM第五代 就是我手邊的這副耳機啦 那這支耳機呢 其實也推出一小段時間了 但是呢 以它熱門的程度 今天竟然有機會 我覺得還是要帶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來幫助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做出更清楚的選擇啦 沒錯 第三代第四代外型都差不多 那來到第五代呢 外型終於大翻新啦 而且有灰色跟黑色 兩種顏色的選擇 那好看的程度呢 其實懶貓爵是差不多的 但是第五代呢 更簡約的線條 更滑順的設計 我覺得是更有現代的風格啦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次的改動 歡迎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討論 那當然 聽說這次第五代 在音質跟降色上 又有進步了 但是 有一個改動 懶貓自己真的 覺得 哇 為什麼 哇 Sony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那究竟是哪個點呢 先不要急 我們就一步一步來看下去吧 那耳機呢 大家最想知道 就是它的音質降噪有沒有提升 對吧 但是呢 我們一步一步來看 首先比起上一代 這次整體設計的線條呢 更加簡約滑順 看起來更加的柔和 同時也更俐落一點點 整體的質感我覺得又有提升哦 可是比較微妙的就是這次的黑色型號 蘭某發現 比較容易沾染指紋 可能是它表面的霧面處理 做得更細緻的關係 另外呢 這次耳罩的內部的尺寸 其實是有變大的 所以不管你是大耳朵 還是小耳朵 你戴起來應該都會更加的舒適 而且這次XM5 內附的純素皮革 摸起來非常的柔軟 有夠舒服 它給你的肌膚就是一個非常溫柔細緻的出來 而且這次XM5的重量非常精速 所以呢 長時間配戴的蘭某覺得比起 表現已經很好的XM4 又再提升了一級 非常的舒適 蘭某可以很自信的說 XM5代真的是近期降噪耳罩式耳機 體驗長時間配戴最舒服的一款 那操作方面呢 其實跟過去一樣 右邊耳罩上的觸控面板呢 支援可以操作歌曲 上一首下一首或是暫停播放 同時如果你用手把耳罩整個遮住的話 就可以及時的開啟環境音的功能 方便你臨時需要跟朋友同事做交談 那左邊的耳罩呢 就是有電源 降噪 跟配對三個實體按鈕 整體的配置非常簡單 也很好上手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XM5代 這次還是支援了耳朵感應功能 可以在你拿下耳機 戴上耳機的同時 自動暫停播放歌曲 可是呢 這次耳罩內部的開孔被移除了 所以整體的造型又變得更加的完整 這邊給了大拇指啦 最後呢 這次XM5代 從過去的四組麥克風 提升到八組麥克風 就是左右邊各有四組麥克風 所以可以預期的就是它的收音效果跟降噪效果 應該是會有提升的 那在以上提到的這些功能的提升之下 又可以帶來更簡約現代的設計 懶貓這邊解開 兩大拇指啦 回來拍到懶貓提到一個缺點 對 懶貓到現在還是覺得不太能夠接受 而且都已經到第五代了 Sony為什麼 為什麼啊 身為消費者通常會考慮這種 造勢的降噪耳機 其實常常就是因為一個需求 這是旅行啊 你需要長途的通勤啊 旅遊出差 那你在做交通工具的時候 可能你需要休息的時間 你需要安靜一下 你需要認真聽一些東西 耳教室的降噪耳機就能帶著非常優異的效果 但是旅行最怕的是什麼 就是行李太多啊 東西的體積大 收納不方便 那XM 這一次 就是抵觸了這個原則啊 這一次的XM5 是不能夠折疊的啊 對大家看哦 這是這一次附上的收納盒 其實在體積上就明顯的比上一代 還大上了一截 當然它的造型上 質感上 懶貓都覺得不錯 但是就是比較大 所以你在整理行李的時候 它當然就會比較累贅了 那盒子裡面其實有附上一個 磁吸的小暗盒 那裡面呢 你就可以收納充電線 還有音源線 其實設計方面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主要就是它變大 而且其實 因為WHXM系列已經輸了好幾代 哇 藍貓真的不能瞭解 就是以前有的優點 為什麼在同一個系列當中 在最新的一代 要去改掉它 真的是有點微妙 而且呢 這次的外型就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動 它不會是設計team換人了吧 兩個team之間有一些 beef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小點 就是這次XM5代 如果你的左右邊是對的 你把它掛在脖子上的時候 以前的第四代 兩邊的耳罩是可以 往內翻 直接朝向你的身體的 那你會覺得 比較不會有灰塵 你帶起來會比較安全感 可是這一代 是無法往內翻的 它只能就是這樣子 而且微妙的是 它其實可以 這樣 它只能往外翻 那你往外翻的話 就怪怪的 如果你把它開最大聲 可能可以跟別人 分享你在聽什麼 還是不錯啦 歡迎Sony官方可以解釋一下這個 特殊的設計的理念啊 當然這算是比較小的點 懶貓算是比較挑剔一點點 可是以這個價位的產品 如果不是方方面面都做得非常到位 難免心裡還是會點小小抱怨 另外呢 這次XM5代的官方售價是 一萬一千九百元 XM4當然就相對便宜一點點 而且因為它推出比較久了 所以你在市面上 其實可以找到更便宜的售價 那相較之下呢 雖然XM5代在音質降噪上面 還有一些小設計的點上面 的確是有提升的 但是對懶貓來說 XM4在這個時間點就忽然變成一個 很有吸引力的選擇 尤其它能夠折疊 它能夠往下翻 它能夠讓你在收拾行李的時候 可以省去更多的空間 所以如果真的很在意 是不是能夠折疊 XM4是不是很有吸引力啊 當然呢 如果你的預算充足 又希望追求最新的產品 最好的音質 XM5代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即便你是喜歡旅行的人 好 終於來到大家最期待的降噪的環節啦 那這次降噪 如同上面提到的麥克風變成8組了 所以呢 的確懶貓實際體驗之下 覺得效果又再度的提升 當然XM4已經是非常好的 而且甚至可以說是市場的標竿之一 同價位段的打片天下無敵手 但是呢 這次XM5在高頻的部分 收斂的又更加的明顯 像是一般電氣啊 風扇冷氣運轉的聲音 或是旁邊有人在交談 或是一般環境裡面的白噪音 都會排除更加乾淨 那有降噪模式 當然就要搭配環境音模式啦 環境音模式這次XM5也表現得非常好 在App當中呢 你甚至有20段可以做選擇 當然如果硬要比較的話 它跟AirPods Max還是有一段落差 畢竟AirPods Max開啟透明模式的時候 真的就很像是沒有帶耳機一樣 不過它們之間其實還有一段價位的落差 所以這也不是那麼公平啦 XM5主要差別就在於 它高頻部分會稍微悶一點點 好像就是蒙住一層的感覺 但是其實也非常清楚了 很夠用 哦對了 因為有額外的麥克風嘛 所以這次的收音效果也變得更好 如果你是需要常常使用耳機去撥打電話的話 那XM5比起上一代 又會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通話的效果也會更加的自然 好耳機大家是要拿來聽音樂的 那XM5這次帶來新的單體 所以音質上的確又再度提升啦 可是個性上我覺得蠻微妙的 其實跟XM4是蠻類似的 同樣呢這次也支援了LDAC 如果你有對的音訊來源 像播放平台啊 手機都有做完整的支援的話 那零聽的效果 而LAMO認為是目前Android陣營裡面的首選 當然這邊不免說 還是對比一下 AirPods Max加上iPhone 其實還是能夠提供 更平衡自然的聲音表現 不過呢 Again 他們價位也是有一段落差的 所以這不公平啦 不公平 那LAMO自己把XM5 到比較吵的環境裡面 去聆聽歌曲的時候 那種瞬間噪音收縮 然後音符放出來的感覺 還是非常的享受 我覺得這就是好的降噪耳機 帶來的魔幻體驗 真的是很棒 那電力上呢 LAMO其實實際體驗上 發現這一代跟上一代的電力表現其實差不多 大概都是連續播放30個小時的使用時間 就是LAMO用了好幾天 然後充個電 基本上每天使用都沒有問題 好的是呢 SM5代 這次終於新增了快充的功能 你只要充電3分鐘 就可以帶來3個小時的使用時間 尤其對於常常旅行人來說 這絕對是一個福音啦 好最後呢我們就來做個總結吧 如果你本身是使用Android的手機 而且你的包包夠大 那你需要良好的降噪 好的音質 而且你有使用LDEC的習慣 甚至你需要常常播打電話 那SM5的確是市場上非常好的選擇 尤其呢 這幾年當中其實Sony在搭配的App上面 做了很多的更新 提供各式各樣的功能 像是說話模式啊 行動檢測或是地點的記憶 都能夠幫助你打造客製化的無縫聆聽體驗 那相關的介紹呢 其實我們的文章中有提到 歡迎大家點選私訊欄裡面的連結做觀看 但是呢如果你有預算查量 同時你的包包沒那麼大了 你很在意耳機是不是能夠折疊變得更小 那各方面的表現程度都有90% 的XM4就會是相對實惠的選擇哦 雖然在噪音上面 以現在的角度來看 也就是稍微復古了一點點 時尚的程度差一點點 但是如果能省一點點錢 而且符合自己的使用需求 蘭茂認為這樣的選擇還是非常明智的 那真正要講這兩代的差別的話 蘭茂認為有四個點 首先呢就是降噪的能力 再來是通話音質 還有很重要的快充功能 最後就是能不能夠折疊 如果以上這四點你很在意 那也不見得需要購買最新一代的產品 好啦總歸來說呢 XM5依然是這個價位帶 在目前市場上最優秀的降噪耳罩式耳機之一 當然蘭茂在節目中是有做一些小小的抱怨 但是如果這次節目中有提到一點 你都能夠接受 而且你也欣賞它升級的部分 那蘭茂自己是覺得購買XM5很棒很可以 所以啦 工商時間 嘿今天是Tim來跟大家報好康啦 iPhone14 9月16日禮拜五就要開賣啦 這回Pro型的Dynamic Island很香啊 相信要買10次的人也不少 那如果你拿定主意的話 在9月16日禮拜五當天 三創一樓的德意數位 亞太電信原傳電信 送上了買新機送抵用券等優惠活動 而且為了讓大家方便 當天還會提早營業喔 活動詳細資訊 大家請參考資訊欄的連結 祝大家都能買到心儀的心機喔 掰掰 好啦本節目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的話 歡迎留言跟我一起討論起來 同時呢 XM5其實我們有另外寫了一篇文章做介紹 那介紹的角度跟這次的影片內容其實蠻不一樣的喔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功能的話 歡迎點選資訊欄裡面的文章看起來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歡迎分享給你也有在考慮購買耳機的朋友 那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下次見喔 掰掰 掰掰